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屆美國總統大選 真的出現了很多極為黑暗的現象 連特朗普本人剛好在Facebook上宣佈了 認為這些現象是非常奇怪 究竟出現了哪些主要問題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奇怪的 就是在兩個主要的搖擺州份當中 其實在今天一整天來講 都是由特朗普領先 但是去到埃曼的時候 這兩個搖擺州的選舉部門 一下子就為拜登灌了十幾萬票 而值得注意的就是 在拜登獲得灌票的同時 特朗普竟然是一票增長都沒有 到底這些選票是從何而來呢 如果你說是提前投票 或者是郵寄投票的話 沒可能這樣一下子灌十幾萬票 這兩個搖擺州 分別就是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有十六張選舉人票 在傍晚的時候 一下子就灌了十三萬八千票 令拜登在這個州反 另外在威斯康星州又如何呢 一炮過就灌了十二萬票 連投票率也修改了 變成增加了百分之一 你說這個是否是奇怪呢 為什麼投票率在投完之後還可以增加呢 從何說起呢 這些現象 為什麼突然間會爆了十幾萬票出來呢 這些完全是難以解釋的增長來的 而且一炮過打下去之後 就令到拜登反鮮了 是不是很奇怪呢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到底特朗普在Facebook上說了什麼 他如何去評價這些奇怪的現象 他就說 在昨晚 在幾個由民主黨執政 和運作選舉的 主要搖擺州份當中 他一直來講都是領先的 而且 那個幅度還挺堅實的 但是在隨後來講 這些優勢就逐個州逐個州 好像變魔術一樣消失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出現了一大堆的所謂 surprise bar dumps 即是說 那些突如其來的選票 當這堆票被計算了之後 那些優勢就消失了 特朗普就說 這個現象是very strange 即是說 非常之奇怪的 我認為他說得非常之好 為什麼會計算這些選票下去呢 這些選票是哪裡爆出來的呢 而且特朗普還點明了一件事 就是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都是由民主黨執政的 難免會令人有一種感覺 就是瓜田里下 為什麼偏偏是由民主黨執政的這兩個搖擺州份 忽然之間會爆了十幾萬票出來 令到拜登的票數是可以反超前的呢 而且在Twitter上面很多人都有提及到的 就是這兩個州份的選舉部門 拖延那個點票的程序 令人質疑 究竟是不是要為了拿到充裕的時間來做手腳呢 好了 竟然間就正正是爆了十幾萬票出來 那麼這個現象怎麼解釋呢 所以這屆選舉的選候的爭議 一定就是不斷的了 很有可能都會數諸法院來解決都不定 好了 至於在這個威斯康星州 又有另一樣奇怪的事情出現了 根據霍氏新聞的報導所說 就說在威斯康星州那時候 有13500多張的選票 在印刷的時候 本身就已經是出錯了 但是這13500多個選民 既然間是及時將那個選票 交到去票站的時候 那照計就應該將這些選票點算 我也認為沒有問題 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威斯康星州政府竟然間就安排了 20名的國民警衛軍協助點票 出動到軍隊來去點 那怎麼來去點票呢 怎麼協助他呢 原來這13500張的選票由於印刷出錯 所以那個 讀票機其實是讀不到的 於是就找了20個人回來 對反印刷出錯的選票 在一些印對的選票上 填寫他們的選項 再放進一部機的時候點票 問題就來了 你這20個人到底的手腳是否乾淨 你怎麼來監督這20個人真正正正按選民的意願 來填寫在新的選票那裏 所以難怪有些網民會在網絡上提出質疑 說這樣的安排 究竟是否是有造票之嫌 事實上這樣的做法 就是根本上給不到民眾一種信心 你怎麼找20個人來劃寫的選票呢 尤其是你威斯康星州 這個這麼關鍵的州份 目前你都說 去到我做節目這一刻 威斯康星州已經點算了九成半的選票 拜登暫時就以163萬票 領先特朗普的1609千票 他只不過是領先21000票而已 那個差距是這麼小的時候 你忽然之間又說有些 13500張票是出錯 然後無厘頭又射了12萬票 這些東西 是不是會令人有很多的聯想呀 是不是會覺得很黑暗呀 難怪特朗普都說very strange 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由你民主黨執政的 這些州是 好了還有一件事就是 美國的郵政署他們就承認 有30萬張選票是不翼而非的 不知道去了哪裡 然後在這30萬張選票當中 也是包括了有搖擺州份 是涉及12個州的 其中包括了什麼州呢 比如說就是 德州 佛羅里達州 喬治亞州等等 這些其實都塵埃落定 問題就是又包括了威斯康星州 究竟這些由民主黨執政的搖擺州份 能不能夠安排到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出來呢 實在是令人有很多的懷疑 說回目前那個大選的形勢 暫時拜登就以238張的選舉人票 領先特朗普的213張 目前來說 仍然還有七個州的選舉結果是懸而未決的 拜登就在其中三個州領先 目前拜登就238票 好了他現在在哪三個州領先呢 在密歇根州領先 這裏有16票 威斯康星州又反超前了 這裏有10票 內華達州就6票 所以加起來 就是有32票 如果他真的拿到這三個州的話 他就慢慢碰到270票當選門檻 他就是會贏的 所以為什麼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是這麼嚴重呢 至於另外四個州 有哪四個呢 包括就是賓州 有20張的選舉人票 北卡羅來納州 有15張選舉人票 喬治亞州 有16張選舉人票 加上阿拉斯加州 有3張選舉人票 其實這四個州的情況都相對明朗了 當然有些州份 郵寄投票 未曾點算的 例如是賓州 但是目前 在2點算的票數當中 特朗普都已經是領先拜登 50萬票 而且只不過是點了6成4的選票 至於北卡羅來納州 那個差距就少了 只是領先大概百分之一的選票 喬治亞州也是一樣 阿拉斯加州就應該贏了 因為拋離了很遠 在這樣的情況下 特朗普就必須要在他領先的這四個州份當中贏了 之餘還要多贏一個才行 因為他在贏了賓州 北卡羅來納州 喬治亞州和阿拉斯加州之後 他就會有267張選舉人票 所以 在其餘那三個州當中 他贏了多一個州 隨便一個州 他都會勝出這次的大選 但是我相信 今屆的結果 就會拖很久才會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些民主黨執政的搖擺州份 就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無厘頭 灌了12萬13萬票 這個是必須要解釋的 但是無論選舉結果 怎麼樣 拜登也應該是感到羞愧的 在絕大部分的傳統媒體 再加上網絡的社交平台 的助攻和護航之下 他只不過是得出這個險性的 機會 這個人到底他有什麼賣點才行 已經是把他的家族醜聞 壓了下去了 很多都不報導了 要麼就說他是假的 是俄羅斯特工炮製出來的 再加上就推出了很多 虛假的民意調查 我現在可以斷定是虛假的 因為你看看現在的普選票 拜登領先特朗普都是百分之 一點多 都不夠百分之二 但是選前就已經吹到 拜登領先特朗普是雙位數字的 你怎麼算出來的 有沒有科學根據的 還是純粹是老作的 就算不是吹到雙位數字也好 都起碼說到拜登在全國範圍 領先特朗普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現在就領先百分之二都不夠 而且在個別由民主黨執政的搖擺州份當中 還發生了一些那麼嚴重的問題 被質疑是選舉舞弊的 所以我估計 今屆的大選 無論是由點票 或者是郵寄投票 所引申出來那麼多的問題 肯定會導致 很多選後的法律爭議 今屆的總統大選結果 應該就沒有那麼快出到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取態都很重要 究竟他是會就此妥協 還是會據理力爭 從他個人的性格和往績來計算 似乎他就是會選擇後者居多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